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在广东有一种鱼叫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这个字您认识吗 这叫荡仔鱼 据说这种鱼一条最便宜能卖到300元 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肉脆 咱们一般形容鱼肉品质好 都会说鲜嫩嫩 很少会用脆来形容鱼的 为什么一条鱼能用一个脆字征服食客呢 它为什么又叫荡仔鱼呢 今天我们就去荡仔鱼的产地 广东省茂名市一探究竟吧 探寻小分队来到一家粤菜餐厅 发现菜单上有一种鱼 号称是一鱼三吃 也就是用一条鱼煮出三道菜来 价格加起来有400多元 这到底是什么鱼呢 为啥卖得这么贵呢 你好 我想问一下咱们餐厅那个一鱼三吃 那个鱼是用啥做的呀 你问这个啊 那我带你去看看你知道了 这是这个鱼做的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在北方呢 也叫草鱼 草鱼 对 还以为是啥名贵的鱼 没想到竟然是我们常见的草鱼 厨师告诉我们 这条草鱼在当地也叫荡仔鱼 不过这个草鱼到底有啥魅力 能让消费者赞不绝口呢 非常特别很好吃 这不是挺普通的吗 草鱼在我们家里面挺嫌疑的呀 这里就不懂了 它养的地方不同 和一般的草鱼分辨很大的 那普通草鱼呢就十来块 甚至是七八块都可以咬了 同样是草鱼 为啥它的价格 竟然是普通草鱼的六至八倍之多呢 普通的草鱼呢 容易那个鱼肉 容易烂 这种鱼呢 它不会那么容易烂 还有它很酸嫩 不容易烂会不会肉很硬啊 不硬 很难咬 滑嫩 滑的就好 对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测试 将一般的草鱼和荡仔鱼做成的鱼片 同时下锅炖煮 结果发现 普通的草鱼很容易煮散 而这种荡仔鱼的鱼片 很脆 很有韧性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脆 就卖得这么贵吗 根据餐厅提供的联系方式 我们从北京出发 飞行2000多公里来到广东省 从湛江机场出发 继续开车两个小时来到茂名市 广东人会吃 那可是出了名的 长久以来 粤菜传统一直未变 那就是对本味的坚守 讲究鸡要有鸡味 鱼要有鱼味 高价的荡仔鱼 为什么能够打动 食客刁钻的味蕾呢 它肉脆且不腥的口感背后 到底有啥秘密呢 叫池塘里养大鱼 里头玄机可不少 七星排布的背后 到底有啥小秘密 我们从高州市区出发 继续开车 连绵的山路让人头晕目眩 经历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终于来到了 荡仔鱼的活源地 古丁镇 虽然特别晕 但是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 各城市里的景象不同 这里的一切 都像是被调慢了节奏 身处大山交通不便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一物浓为生 过着安逸的日子 我们要找的荡仔鱼 究竟在哪呢 哎哟 这没苗吧 我被给你踩了 我来问一下你们 就是荡仔鱼怎么找啊 你们知道吗 是什么 荡仔鱼 荡仔鱼 打鱼 小朋友你们好 你们知道 在哪儿找荡仔鱼吗 什么是荡仔鱼啊 你们没听过吗 没有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好吧 好吧 那我接着找了 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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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问一下您 您知不知道就是 哪儿有这个 养荡仔鱼的 您知道吗 我们这边没有 没有养荡仔鱼的 你们这儿没人养啊 对对对 我就听说过有一个姓关的翻过这座大山 那边他就养了好多好多 总算是有了眉目 我们继续寻找 刚到路人址的方向 我们突然听到了远处传来热闹的声音 看到有好多人在围观 你好 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呀 在干章鱼王 章鱼王 章什么 章鱼王 章鱼王 干什么鱼 草鱼 这就是荡仔鱼 对对对 我们要找到荡仔鱼 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网里边的 我能下去跟你们一块补牢吗 可以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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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鱼王了 鱼王 没有 没有没有 还有大的 这个不是鱼王 用我的终极法宝 好 这个就是我的终极法宝 这个怎么用啊 这个把它分开 对 成什么这个东西 就能捕到鱼王呢 我们会把这个鱼 尾部缩小范围 好 这个就是我的终极法宝 这个厉害之处就是它还可以继续缩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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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了半天 终于捕到了这么一条 但是他们说这还不是鱼王 这还不是鱼王 想不到我原意 穿下的东西都不能用 我再用高过去的东西来吧 对 这个鱼王 再用高过去的东西 终于捕到鱼王 你看 这个鱼王 你不可以捕到鱼王 你不可以捕到鱼王 借助鱼王 我们总算是捕捞到了鱼王 看一下 这是到88厘米生长 为什么这个鱼王可以养得这么大呀 这条鱼王养了八年了 八年以前了 至少八年了 对 最少八年了 六十多块钱 然后这条鱼刚才称的是 21.5斤 21.5斤 对 1300多 据我所知一般的草鱼 一年之内就可以出塘上市了 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要养这么久呢 我们这个属于跟其他的属于不同 虽然捕捞到了荡载鱼 可是我们的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解答 到底为啥这个草鱼要叫荡载鱼呢 为什么它的口感脆嫩清甜呢 关大哥说 要想知道答案 得先去跟它找西瓜 哪儿呢西瓜 西瓜在这里了 你就这样放在鱼塘里 对 我们吃西瓜就放在这里 冰在这里的 哎呀 捞西瓜了 这个水分很低了 我们吃西瓜 都是这样冰冰西瓜的 西瓜是吃着了 但是这跟荡载鱼卖的贵 到底有啥关系呢 水温低跟荡载鱼肉质的特点有啥关系呢 不好的方面呢 水温低 因为鱼身上温慢了 就很费劲 很费劲 对 要三五年才能把它养成青春 荡载鱼生长得慢 至少要三年以上才能出糖 但是广东炎热的天气里 水温为什么能够保持较低的温度 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水温低和荡载鱼肉脆之间 到底有啥关系呢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 关大哥的妻子袁姐带我们去爬山 到了没啊 走得太累了 从那边过来已经走了好大的一段路 这都是山路特别不好 应该快到了是吧 在路上 袁姐突然开始割起了草 这是要干啥呢 就吃这个呀 对 就是这个香草来的 甜的 原来这种草叫香草 是荡载鱼最爱的食物 养这么大就全靠吃草吗 对 这会儿我相信它确实是个草鱼了 正常来说一斤鱼 这要吃一斤草 但它吃草量还挺大的 对 没想到这草鱼真的是吃草长大的 不过带我们上山 到底要干嘛 还是没弄明白 哇 看到水了 好轻轻啊这个水 是啊 那这个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那个大山上直接排下来的 大山上排下来的 对 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大山 好像年一年四季都会流水 对对对 摇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很清澈 看着真的很透明 里面也没有什么杂质 我们平常都是把这个水装回去煮饭嘛 因为这个本来的山泉水嘛 很干净 找到水源后 我们从山路上走了半个小时返回了小鱼塘 原来这里面的水 就是来自山上常年源源不断的山泉水 因为山泉水温度很低 所以村民们把水引过来养鱼 水的事情弄明白了 不过荡载鱼肉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水温度对养鱼的品质好 因为养鱼的时间周期长 鱼大得慢 所以鱼肉脂量特别好 特别脆滑 特别好吃 原来养在水温度的山泉水中 荡载鱼的生长周期比普通草鱼更长 因此肉质更加脆爽 不过这个小鱼塘的水面 看似非常平静 不都说活水养好鱼吗 这看似一潭死水的小池塘 为啥反而能养出高品质的大鱼呢 说过去这个小水塘很有故事的 我们山区以前都是用木来住房子 就在房前屋后挖个小水池 火栽的时候拿来应急的 平时闲着这里 人家就拿来放点鱼来养 因为我们山区嘛 离西区太远 吃鱼都很难 所以就把鱼放在小水塘里养 荡载鱼养在山泉水里 三到五年才出塘 因此肉质脆滑 吃着天然的草料 又能让荡载鱼的口感 没有一般草鱼那么腥 不过我们发现 这里家家户户 房前屋后都是这种小池塘 要是只看水面 会以为这个小池子是一潭死水 但是只要细心观察 会发现 它不仅有一个隐藏的进口 还有一个出口 不仅如此 这些池塘之间彼此是相连的 它们共通的水源 是高山的山泉水 每个鱼塘之间相互连接 连续排列 不过这些池子到底有啥玄机呢 这个草鱼究竟为啥要叫 荡载鱼呢 你想知道那个 什么叫荡载鱼 我要考考你 我们不过是想知道 荡载鱼名称的来由 关大哥摆下这么大的阵势 到底是要搞什么命当呢 这个就是我的考题 在我前面有七个水箱 帮着吃一种不同的鱼 这个是炒鱼苗 这是我们看到那个大鱼的鱼苗 对对对 那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炒鱼 这我认识 底下认识经理吧 这个螺飞鱼 螺飞鱼 这个呢就是潭脚鱼 这个是山鱼 最后一个放田螺 西螺 你把这么多的鱼请过来 这是要怎么考虑啊 我后面就有七个水塘 有七个吗 我数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六 还真是七个 对 你看怎么放 这些鱼儿不都是生长在水里的吗 身后的鱼塘不也都是一样的吗 而且我们捕鱼王的时候看到 网上来的都是荡杂鱼 为什么面前会有这么多种鱼 这些鱼都是从哪来的呢 它们跟荡仔鱼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凭着感觉把鱼儿放进了池塘 忙活了大半天 来 公布结果吧 传错了 传错了 前放错了 没有一个对了 传错了 传错了 对 传错了 那你跟我讲讲 这鱼儿怎么放 好嘞 听好了 这个鱼苗 因为上面最清水 让它干干净来这里 就吸引这个水面 第一口糖养大之后 把它分糖 二 三 养大鱼 罗飞就放第四口糖 感觉你这都按顺序排的 对了 我把来就排好的 因为经过一 二 三 四的糖 那鱼分啊 分边的全部都肥乎了 所以它就最喜欢在这里 三角 这排布还是有讲究的 也不会太冷了 这个是杀手来的 因为这个就喜欢吃小鱼小虾之类的 又十三 十罗为了你排到第七了呢 这个十罗排到第七呢 关键的是把这个水弄清 因为一 二 三 四 五 六的糖 都要一份精化水盐来之类的 再排出去又是清水的了 所以一个科技的养发 七张糖为一个主 这样养出来 水极要好 关大哥给我们出的考题 算是让我们见识了 小池塘养鱼的智慧 但是到底为啥 这个草鱼叫荡仔鱼 荡仔究竟是啥呢 其实荡仔鱼就是小鱼塘 就在山区里面 山前谁养的就是荡仔鱼 这个荡仔炒碗 荡仔螺飞 荡仔炒鱼 以前特技就是草碗 草鱼 品种太单纯 我呢有七个鱼塘 七种不同的鱼 我就把这个西墙面扩大了 把传统的养殖方法来改良 就以后想知道荡仔鱼的 就是荡仔里面养出来的 都是荡仔鱼 原来荡仔就是小鱼塘的意思 用荡仔养出的鱼 不仅肉脆 而且泥腥味小 但是要想吃到这一口肉脆 且不腥的荡仔鱼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关大哥接到一个电话 就让他发了难 这个呀 那主要 要是拿过来的时候 要是活的 必须是鲜活的是吗 死了不行是吗 就不能保证 它新鲜度啊 我们也不能辨别 它是不是新鲜的 今天要荡仔鱼的 是一家车程 三个多小时的餐厅 一路上都是非常颠簸 盘山公路的路段 就占到了一半 而且客户要求 拿过来的时候 要保证鱼是鲜活的 这可怎么办呢 从大山里运输的餐厅 山路颠簸 荡仔鱼能活着纵达吗 不是 咱就这么包鱼了吗 就这么一塑料袋 装着水 冲上气 对 这路上一路颠簸的不行 我得上车一块去看一看 我要一路看着这条鱼 它死了可不行呀 为了全程见证 我们这个鱼 到底能不能活着 到餐厅 我们现在来到了 冷链车里边 好冷啊 这是保证 我们车里边的温度 是特别凉快 因为这个鱼 它生活就生活在冷水之中 所以运输的时候 也一定要保证 它一定是在冷水中 同时这个环境里 也是特别凉快的 一旦热的话 更影响它的存活 这条路就是村里人平时运鱼会走的 这也意味着消费者吃到的每一条荡载鱼 都要经历这段崎岖出山路的考验 运出去 太难了 你看我现在 如果每一条鱼走出大山 都要这么艰难 那我们吃到鱼 更应该好好珍惜 它这一锅美味了 因为实在太艰难 我要下车 我要下车了 我不行了 我觉得这个鱼到了目的地 指定是不太行 它就算没有咳死 没有缺氧死 也得晕死 晕车呀 本以为车是被我们紧急叫停的 没想到 居然是遭遇了一个意外 不足才大 不足才大 有点劲儿 你要不要等一下往方向往这边咋样 刚才就是往方向往 山路太难走了 我们的车突然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卡住了 上不了坡了 我就感觉它刚才很 就是冒了好多烟有点害怕 对 轮胎呀 轮胎 轮胎摸它打挖去 现在热心的路人在帮我们想办法 刚才车上不来 留下的黑印太危险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由于路上的小插曲 我们又耽搁了一个多小时 经历在山路上的各种颠簸和摔打 这些鱼似乎已经精疲力竭 天逐渐黑了 离开池塘已经六个小时的荡载鱼 到底能不能活着运输到餐厅呢 好了 终于到达了 终于到了 是吧 一般的冷链车的话 如果运输这个时间 我也没有什么担心 但是今天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一路经过了那样的颠簸的路 就人在里边都会运车的情况下 这些鱼经历这么长的时间的颠簸 不太好保证它是否还是保持鲜活的状态 咱们打开车门看看吧 你看看 有点紧张 还活着吗 还有啊 我看看 看到它还在游动着 我真的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啊 对啊 虽然还有微弱呼吸 但是这些荡载鱼看起来 已经没有刚出唐时候活跃了 排出水的鱼儿 已经没有力气挣扎了 一旦死掉 和活鱼相比 味道就会大打折扣 它还能再活蹦乱跳起来吗 常年经受冷水考验的荡载鱼 确实是不一般 要是换作一般的草鱼 估计早就折腾得不行了 不过这个荡载鱼真的不行吗 草鱼的腥味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将荡载鱼和一般的草鱼 放在一起对比 就是这款验一下 这个鱼到底腥不腥 第一步是蚊 蚊 它就没有那么腥 这个经过鱼塘养殖的 它看起来 那么大鱼味呢 腥味呢就很重 除了蚊之外 有没有别的办法 对 反正看那个黑鱼 这个位置 那个黑鱼呢 它没有那么黑 它很白很白的 这个养殖的鱼呢 它这个黑鱼很多 这个也是腥味的来源之一 还有什么办法 看到它腥还是不腥呢 就看看那个鱼塞 鱼塞怎么看到 鱼塞 很红粉的 很红粉的 这个很粉 那这个呢 它那个鱼塞呢 就很黑 是 这个鲜红一点 如果我们一般消费者 买到普通这种草鱼 因为普遍吃起来 都有种泥腥味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买回来呢 第一步呢 这就一定要放血 喉咙那里 一刀切进去 让它在水里面 流几分钟 那个血流出来了 流干净了 腥味就不是那么重 这个就是一大腥味来源 就必须得放血是吧 很多人会忽视这一步 那除了这个呢 一刷呀 那个黑衣呀 一定要洗干净 如果流了 它就很腥 把这些都去了 是不是普通的草鱼的腥味 就没那么重了 把这个步骤做完了 这种鱼呢 还是有点腥的 这个鱼如果做这些步骤呢 这个鱼做那些步骤呢 它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没有没有 吃起来很清甜的感觉 经过对比验证 荡仔鱼确实比普通草鱼的 腻腥味小 山泉水养殖三到五年以上的 荡仔鱼 凭借独特的品质 征服了消费者 但荡仔鱼的出山之路 不止于此 我还有一个想法 我就想把这个鱼 用真空包装 运势到全国国地 把这个产业量 扩大 大动川门寄付 其实呢 我也在农村长大的 一个人吃饱 不算饱 大家吃饱 才是最好 我们从北京出发 飞行2000多公里 来到广东省茂名市 寻找荡仔鱼美味背后的秘密 因地制宜的迷你池塘 世世代代的养殖经验 让荡仔鱼口感鲜嫩 质量尚成 传统养殖 借助生态农业的智慧 荡仔的用途 有了新的突破和尝试 博鱼运输 及时送达 汉为蛇尖的一口鲜 因地制宜 活水循环 荡仔养鱼生动描绘了人和自然 和谐共生的途径 虽然地处偏僻的边缘山区 但是绿色环保养殖 也能创出一条特色经济的致富之路 乡村是绿水青山资源的集聚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积极进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让乡村真正成为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所在 好的 追根溯源探产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